被称为是台湾后山的花莲 观光业现在蓬勃发展 而且伴手里当然也要日新月丽 除了这个麻吉啦 薄皮辣椒之外 还有这菩提酥 现在有业者卖起凤梨酥 不过讲到凤梨酥 台湾这么多人在卖 怎么样把特色做出来呢 这老板还研发出 结合了花莲在地的薄皮辣椒 研发出了这非常特别的 薄皮辣椒凤梨酥 来到花莲中华路 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名产店 除了传统馅饼菩提酥 还有知名的花莲麻吉 现在连凤梨酥也来餐一角 走进这间凤梨酥工厂 机器混面粉 工人包馅料 乍看之下没什么特别 但一问口味 包你大吃一惊 把剥皮辣椒放进凤梨酥里 这好吃吗 谜底马上揭晓 成品一剥开 旁拱拱一口咬下去 先吃到饼皮的甜 再尝到土凤梨酥的酸 后劲是薄皮辣椒的辣 层次口感分明 老板也是不经意发现 土凤梨和薄皮辣椒原来那么麻吉 薄皮辣椒拿出来 想做为了要来调和一下口味 那那个嘴巴吃了满口的凤梨酥 又吃薄皮辣椒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这味道很好 层次很分明 而不止薄皮辣椒 为了在花莲名产街杀出血路 老板把花莲名产全包进凤梨酥里 小名酒桂圆 红酒荔枝 甚至还有麻吉口味的凤梨酥 一年内研发出12种新产品 老板做出心得 消费者更是一吃成主顾 我最喜欢吃的是洛神 还有芒果 感觉就是蛮特殊的 跟别的其他的凤梨酥是不太一样的 消费者为了得到满足 老板的土凤梨酥 更在今年从120家凤梨酥店 脱颖而出 获得全国凤梨酥银牌肯定 从此凤梨酥不再只是名产 而是一种品牌 东森新闻 小可政路贯飞在花莲报道